海豚越出水面 見其水花 還有的在水裡悠遊 可愛模樣 榮獲大家的心 來到海洋世界 除了看鯨豚表演 還可以互動 輕輕撫摸海豚 大朋友小朋友 都好興奮 海洋公園看海豚秀 是必不可少的活動之一 過去甚至可以看到 鯨豚與人互動的表演 但因為動物展演 新法的實施 鯨豚秀將要退場 我覺得沒關係 因為對於海豚 只要對牠們好的話 就是可以增加我們 這些小朋友的 這些教育的目的的話 其實對海洋是好的話 我覺得只要有 跟海豚有互動 我們不一定需要牠表演 有客認為將海豚秀 改成靜態教育的模式 更能了解海洋生物 花蓮海洋公園2016年 已經啟動海豚展演 退場計畫 海豚秀內容 也都以符合 國際保育趨勢的方式進行 雖然展演許可 還有兩年時間 但預計明年會提前轉型 未來展演區跟海豚的飼養空間 都將規劃成 飼養救援教育基地 那一處野流海洋世界 同樣面臨專心展演許可 直到115年的1月份 我覺得如果動物 跨越法上路 我覺得對動物來講 吃就好事了 這位才高興 才這樣就很自由 雖然飼養秀表演精彩 但有客認為保護動物更重要 但如果沒有了飼養表演 這些飼養該何去何從 想辦法就是照顧 我們館內的海洋世界到 那個海洋動物到中 園區其實都已經逐漸轉型 像是增加親子遊樂設施 以教育性質方式推廣等 雖然未來不再有海豚秀 但園區仍會想辦法 讓這些經過訓練的飼養 得到最好的照顧 TVBS新聞劉欣奎 高居宏何可言 新北花蓮採訪報導